在氣氛不太好的狀況底下 還要持續談 總是要有一方 先釋出一點 好啦 我們繼續談 繼續談 那就要看看對方 是不是也同樣的 也稍微軟一點點 釋放一點點善意 這個部分我要先請教一下 俊憲好了 俊憲你怎麼樣看 他們昨天這一場 是演戲是為了破局嗎 我是有一點意外 我以為只要談一次 藍白就一定可以合起來 唉唷 為什麼咧 你相信 你上週五不是這樣講的 那沒有關係啦 他們還會有第二次 還會有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再談 第三次再談 我們不清楚啦 不過目前他們丟出來的條件 這個看起來好像也快達成共識了 如果一個是要民調加什麼手機 一個加民主出選 民主出選 但民主出選 其實很多民眾還聽不懂 民主出選會不會 真的就是一個最公平的制度 我們看一下柯P的反應 柯P根本就是說 柯P的結論就是侯友宜選也選不上 柯P的結論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就不要談了 其實民進黨很難做什麼啦 民進黨就是趕快把自己的功夫練好 趕快好地把賴清德的支持度再衝高一點 當然要做最壞打算啦 萬一給他們談起來那怎麼辦 你覺得到底談不談得成啦 有機會啦 還是有機會 有可能啦 不過如果這樣談起來的話 那誰是泛男的大英雄 這功勞算誰的 誰 我覺得泛男的人會在計算這一點 這個談起來就不得了啦 對 如果以國民黨來講 如果願意談到讓柯當父的 哇 這不得了啦 我不曉得誰可以做得到 那這個人絕對是 這個國民黨的 國民黨人會把他捧成神一樣 那這個神 你會願意讓國民黨內的人 會願意讓誰去當你們的神 我認為這個就是所謂的 要提的那一點 其實你現在談成了 那朱立倫有功勞嗎 沒有 好像沒有 那金普聰的功勞 會算金普聰的嗎 朱立倫不會讓金普聰得逞 還是算贊到懶的 所以要談這麼困難的談判合作 這算總統 這不是你算 這不是一般選舉 而且總統不是自己選 他還結合立委在選 對 那你總統立委要談合併 這是超級的政治工程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們都知道說 簡單數學他們兩個合起來就會贏 其實當年也不一定 對啊 當年也不一定 但他們會往這個方向去 那如果剛剛正昊講的 正昊剛剛潑了很多桶冷水 這樣看起來的話 確實是有一些困難 但我是覺得接下來重點再觀察 就是他們會不會有第二次 其實他們彼此都已經空中飛鏢射來射去 就是說哪些東西有困難 其實剛正昊講的 如何核實 有沒有重複投票 不當動員等等 那國民黨是說你用民調 你民調已經贏了 對不對 那你為了確保柯文哲一定會贏 你還要再加一個辯論 明明知道我們何友宜不會講話 你一場還不夠還要三場 對不對 那你明明知道 柯文哲的年輕人比較多 你要加手機 要加多少 反正他們目前大概問題都丟出來了 所以到最後比較有 看這幾天這些問題有沒有 有沒有答案浮現 否則他們不會短期間呢 我覺得不會有談第二次 那如果到最後真的談不太下去了 變成沙喀都 沙喀都就會有棄保這樣子的議題出現 對 這個第二個就是第二名的人會怎麼算嗎 就柯文哲來講的話 是整合好還是棄保好嗎 如果可以整合當然最好 整個他負責他不如在操作棄保 哪一邊他比較能夠計算 好 如果沙喀都那我會落選 那我落選比較好還是投降比較好 對柯文哲來講 他是這兩個選擇嘛 因為工都不讓他嘛 那如果柯文哲選下去 他可以創造所謂的三檔不夠半 那這個價格就很高了 這三檔不夠半 台灣還沒有出現過 台灣在國會還沒有三檔不夠半 那如果三檔不夠半的話 那個關鍵小檔 哇 那很大 那價格 最大的其實是那個最關鍵的小檔 那價格就會很高了 左右兩邊都可以勒索 我覺得柯文哲大概就是會計算這樣子 如果他落選 他可以有把握創造這樣的一個局 那他乾脆來操作棄保 但柯文哲要形成三檔不過半 他每一個選區他都要去精算 他不能讓任何一個黨過半 他說民進黨不會過半 他也不能讓國平黨過半 我們黨過半柯文哲一點價值也沒有 所以柯文哲也許搞不好 就會開始嘗試在某一些選區 他要開始考慮提名 如果柯文哲開始有做這種提名立委的動作 他大概就是要算了啦 比如說我在哪個選區提名誰 可以害死誰 一提沒人還是一人 我建議大安區跟松信區都可以提 對柯文哲來講他不會說 我提名對誰有利 那不關他的事 他要計算的是不能讓任何一個黨過半 如果柯文哲跟國民黨談不起來的話 他一定是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選舉 還在一個極度不穩定的狀態 對 他為什麼選到現在 其實總統候選人是誰 也不清楚 還搞不清楚 立委候選人也還搞不清楚 對 沒錯 而且其實藍白他們兩邊一直犯話 然後一直說要和啊幹嘛幹嘛的 其實已經長達有半年的時間 沒想到半年後還是沒有一個定案